泰国军队与反政府抗议者星期六连续第三天发生冲突 在曼谷市区中心地带双方的激烈冲突中又有三人丧生 曼谷许多地方整天都能听到爆炸声和零星枪响 安全部队试图封锁拒绝听从命令的红山军在曼谷市中心不断扩张的营地 目击者称在营地北侧看到三具有枪击伤口的尸体被移走 泰国军方开始在那里张贴警示标志将该区域划定为实弹发射区 自从星期四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17人丧生 至少有141人受伤 伤者中包括几名外国记者 红山军主要领袖贾图鹏星期六说 目前的局势已经如同内战 他说抗议者将继续奋战直到总理RP10同意辞职